在基隆明德一路两旁都是民宅 人口密集车流量大 不过就在四号晚间发生一起车祸 有人酒驾还是基隆三分局刑警 脸书分享生活照 从仅超过二十年已经是资深刑警 却犯下酒驾这离谱错误 当许车祸因为撞上违规穿越马路的六水男子 对方左脚掌小指骨折 结果处理车祸的远景来了 看到是自己人 而且酒侧值0.51 这车祸地点还距离分局不到100公尺 第三分局证实确有此事 这名苏信侦查座61年次 调到三分局已经有三年时间 过去也在基隆行打担任刑警 超过二十年资历 在五年就能退休 会酒驾他声称 是中午在家饮酒住眠 晚间7点出发准备到局里职夜勤 以为酒退了 没想到在明德一路发生车祸 酒驾东窗事发 本分局远景发生酒驾行为 本分局以不避重不掩饰的态度 将涉案远景记一大过 并调整职务 这下整个分局连作罚 酒驾远景本身已大过调整职务 分局长跟侦查队长都各被集申戒 副队长也是申戒一次 直出小队长则是寄过一次 人民保姆喝酒上路 执法犯法做了最坏示范 回了前程也让波卫士蒙上负面形象 三星新闻邻居话李沛贤 基隆天保